巩俐的演绎道路可以说是很幸运的,刚出的时便被张一谋一眼看中,在张一谋的调教之下成为了国际人后,而因为每天的相处,两人也日久生情。 同居了八年的时间,那时候的巩俐怀揣着一个少女的心,初次感受到的爱的温暖,苦苦等待才发现那个,不是她要找的人。 战情之路可谓是坎塔可可,1988年的巩俐,巩俐与张一谋,尽管自己要求并不高,但是张一谋依然没有取她的意思,可能她认为巩俐不可能为她生葫芦王八,幸运的是她在法国遇到了自己的真爱,男友是世界电子音乐之父米歇尔雅尔,虽然米歇尔雅尔已经有70岁了,但是从外表你完全看不出, 依然想个中年大叔,健硕的身体,可能与今天吃牛肉有关吧。 相比而言,昔日的青春美丽动人,的女神巩俐就有些让人大跌眼镜了,不知道是因为长时间不涉足于乐圈的缘故还是怎么着,完全不修边幅。 像个街边大妈,路上碰上的你绝对认不出那就是影视巨星巩俐小姐,你会认为一个买菜的大妈,急匆匆的回家看孩子,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,美丽容颜经不住岁月的摧残,愿大家都过好当下的每一天,且心且珍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